习近平指出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40年 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未变 那就是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合作比摩擦好 对话比对抗好 当前 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 这不符合双方利益 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 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 合作领域广阔 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 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总统先生多次表示 希望搞好中美关系 你还表示 百分之百的赞同双方要相互尊重 互惠互利 这是我们应该牢牢把握的正确方向 双方要按照我同总统先生确定的原则和方向 保持各层级交往 加强各领域合作 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表示 很高兴同习近平主席再次会面 我对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我最愉快的一次出访 我亲眼看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取得的非常伟大的成就 我对中国没有敌意 希望两国关系越来越好 我真是同习近平主席保持良好的关系 愿意和中国加强合作 特朗普表示 美方将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 努力工作 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美中关系 并表示相信美中元首此次会晤将有力推动美中关系发展 关于经贸问题 习近平强调 从根本上讲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赢 中美双方存在巨大利益交集 两国应该成为合作好伙伴 这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美国 也有利于全世界 中方有诚意同美方继续谈判 管控分歧 但谈判应该是平等的 体现相互尊重 解决各自合理关切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 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之间的分歧 终归是要通过对话磋商 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 习近平强调 中方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和中国留学生 保证两国企业经贸投资正常合作和两国人民正常交流 特朗普表示 美方希望通过协商妥善解决两国贸易平衡 为两国企业提供公正待遇 美方将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 希望中方能从美国增加进口 美方愿同中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 这将具有历史意义 两国元首同意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 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特朗普表示 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 我一直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留学 习近平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特朗普表示 我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 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表示 中方支持美朝领导人保持对话接触 希望美朝双方显示灵活 相向而行 尽快重启对话 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 中方愿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特朗普表示 美方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 丁薛祥 刘鹤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 以及美国国务卿彭佩奥 财政部长姆努钦等 多位政府高级官员出席